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面上这个地方是基隆的海洋广场 时尚的咖啡品牌与观景沙发区 在假日的傍晚试营运 吸引许多在地市民与来往的外地游客 到此体验打卡拍照 就是可以让基隆再有不同的面貌 像基隆最近开很多新的店 所以我觉得基隆的市容越来越好 而且应该可以让更多年轻的族群 就是出来有个点可以来享受或是来看看 很好 我是看到社团有人PO特地来的 我坐公车来着的 从哪边坐公车 暖暖 暖暖市区 对 我是当地人 然后就带朋友朋友来 是不错啦 可是我觉得蛮少的 可以多几街 港市还蛮漂亮的 基隆港嘛 我们觉得这个尝试是蛮好的 然后应该说这三天四云下来 是让我们非常有信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基隆的当地的居民 其实好像都蛮齐 就是这个店好像带来一个新的东西 对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有超出我们的预期 比如说星期五的话 就是本地从台北 就是回家的那个 就是本地人基隆人 然后再来就是外地的话 这两天就是比较多的外地人 比如说刚刚有从淡水来的啊 然后因为他们会来这边寻找那个 鲨鱼什么3D的那个东西嘛 对我记得基隆人 因为我不是基隆人 所以 对对对 所以其实六日的话是外地人居多 那礼拜五晚上的话 六七点很多散步的基隆人 对 PARA其实我们 其实很简单啦 我们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有跟那个 艺术家朱晨为合作 就是他是新锐艺术家 他的就是我们希望把他的微笑 也带给大家 对 就是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找回微笑 因为这几年疫情嘛 所以脱下口罩之后 可以找回大家的微笑 所以他叫做海湾微笑咖啡 业者表示在海洋广场 市营运的结果超出他们预期 吸引许多民众点杯饮品 或是抹茶双麒麟在此休憩 最舒服的时候大概就是五点过后 凉爽海风吹来 山海港景互相辉映 让人沉浸在基隆港湾的黄昏美景中 基隆市文化局今年夏天 首度在海洋广场尝试推出海洋咖啡 也逐步落实市长谢果良 希望增加在地消费的构想 市长谢果良也希望结合品牌 来共同提升城市的质感 期盼将海洋广场打造成 更具港湾特色 充满火力迷人的新地标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